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澳洲联邦警察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简称AFP,昨日早上当地时间于雪梨逮捕一位韩裔的澳洲公民,因他试图仲介贩卖被含飞弹与飞弹零件给其他国际实体,他同样为澳洲有史以来第一个遭指控违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法的被告,将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有期徒刑。 综合外媒报道,AFP助理委员长Neil Goffin表示,59岁的南韩裔Chan Han Choi已规划成为澳洲公民30余年,是名效忠于北韩的间谍特务,他利用加密通讯软体,涉嫌为北韩仲介贩卖飞弹与飞弹零件给其他国际实体,还有计划协助北韩贩卖煤炭炭,保持到印尼与越南等地黑市。 Neil Goffin说,他Chan Han Choi会不顾一切贩卖任何东西,只为帮忙北韩筹钱,加上有证据显示他有与北韩高层人士联络。 综合外电媒体报道,Chan Han Choi于今天稍早被澳洲联邦警察逮捕,初步调查,从2008年起至今,前后所犯共6起罪嫌。 Neil Goffin表示,因为侦查不公开,过程仍需保密,不能进一步公布更多细节,但这次的事件于澳洲史上未曾发生过。 Neil Goffin